这是2021年7月的尽头,赶了一天的路,向宝宝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,但向妈妈却很谨慎,她带着宝宝找到一处隐蔽的地方,才让宝宝尽情吸水乳汁。 这时候,从旁边走过来一头小巷,卷起自己的鼻子,轻轻地触碰向妈妈的大耳朵,好像说了句悄悄话,招呼一声就要走。 看到小巷这么有礼貌,向宝宝也主动停下来,伸长鼻子和这头小巷打起了招呼。 时隔一年之后,无人机再次拍摄到了有趣一幕,大象把三只向宝宝谨慎地保护在中间,其中一只乖巧地靠近妈妈的身边,大口地喝起了母乳。 不多会儿,他就伸出了鼻子和一旁的小伙伴致意,还让出了自己吃奶的最佳位置。